那個時候你去想想Paris Michelle 他真正的和劉特佐 你看劉特佐這小子 我給FBI給CIA FBI的人當面問我 Miles你嚴肅點說那個劉特佐是那個孟建柱的那個師生子嗎 我說是的 有什麼問題嗎 當著我的面當時王彥平也在 人家說come on come on 他覺得他倆長得太不像了 他覺得他的年齡活著都對不上 劉特佐他媽當時去看望他一個老鄉 這是孟建柱的秘書陳真說的 不是我說陳真是孟建柱身邊唯一出來一個好人 就是孟建柱從江西到北京去 當公安部長政法委副書記要接政法委書記的時候 陳真拒絕去北京 這個哥們不是一般人 陳真這個人是個真的有腦子有良知的人 他知道孟建柱要幹啥 他知道孟建柱在幹什麼 特別是他看到孟建柱的老婆 所謂的蔣姐 帶著孫力軍到美國治病 然後他倆之前勾勾搭搭搭 是吧晚上就是雙休 白天是帶著他看病 就孫力軍這種一個跑單幫的倒賣鋼材的 倒賣木材倒賣服裝的人 用這個陳真的話說 沒有一次能寫下一張紙的 一張紙就寫三分之一 說他講的英文澳大利亞英文 他說很多人都聽不懂 見了人就講英文 他說竟然 他說老闆 他叫老闆就是孟建柱 老闆娘都那麼喜歡他 而且這小的胡說八道滿嘴謊言 人家陳真回上海了 上海國安局副局長 跟那個江澤民的外甥叫吳什麼了 跟他就打下手去了 人家回上海了 當時非常清楚的 就是說他告訴說孟的師生子 有一個在馬來西亞的 就這孫力軍老不早都找到 就給人家扶去了 這個時候是啥時候知道嗎 劉特佐還剛剛還在英國外沒起來呢 2007、2008年 這個世界還不知道 劉特佐這號人物的時候 說劉特佐是當時的媽媽 找一個老鄉去看望去 給孟建柱做飯 這孟建柱性情發作 這六塊雞肉做了 跟他娘就是發生關係了 幾天後老娘回去了 結果懷上了他的孩子 哎 結果人家就這 去了一趟幫他做幾頓飯 給做出一個孩子出來 這人就叫劉特佐 孟建柱在外面的師生子 最起碼是一二十個 大部分人在哪裡呢 都在上海 就在上海這個 在共青團的時候 紅星農場的時候 又跟這種紅星農場 又生紅的了 當時是孟建柱是逮著誰都睡 後來很多人來找他來 他們步驟這事很大